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布加图四弟也胡思乱详 前段时间听说了北京昌平 有一个农民军造反头子 闯王 闯贼李自成的雕像 最近是搬迁 据说要搬到河南 也就是李自成了 曾经是造反失败 东山再起的地方 老京漂返乡了 这惊飘多年 名声挺响 大家伙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可惜的是 没房 没车 没户口 只有胯下一匹马 所以这就积分落户失败 那没有户口 哪怕你是闯王 都得走 李自成在北京也属于 算是进城务工人员 当皇上也是工作 进城务工人员 那现在是走了之后 这叫做清理低端人口 只能返乡再就业 也是 人天子脚下 守善之地 立一个臭油差 一个臭脚巡 这成何体统啊 那么京城留不下 回家乡驿站 应聘一卒 然后到时候发现说正在优化编外人员 你说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我看这事我也琢磨 既然咱说这个李自成的雕像都要遣返了 都要送到外地 是遣返原籍了 那国家博物馆的那些文物 你扣下来那些文物 能遣返回各省吗 那南水北调 调过来的那些水 山西的那些煤炭 东北过去这些粮食 山东那些蔬菜 也能返回各地吗 好像不能 那看来就是优质的水 干净的空气 还有一号的燃料 这些都可以进 但是呢 只有外地人不许进北京 是这意思吧 行了 不吐槽了啊 咱就随便来聊两句李自成吧 其实他的这个失败就太值得分析了 你看崇祯元年 1628年精简一带 然后李自成失业 到了崇祯17年 11644年3月17半夜 李自成就带这个农民军进到今天是北京复兴门这一带 然后其实这时候这个李自成还没想啊 进北京的时候还没想真要推翻明朝的江山呢 至少是他的这个行为好像不像是这样 那干嘛呢 他是要跟明朝皇帝谈判 分坐江山 怎么分呢 就是朝廷要犒劳李自成百万军饷 李自成呢就退兵河南 当然这钱也不是白拿啊 就是如果说日后朝廷需要的话 那么他还可以协助朝廷去灭掉官外的那些满清啊 满清啊 八旗的这些军队 当然了李自成呢 本人啊 不接受朝廷的召见 这也不觐见明朝的皇帝啊 那时候咱说到北京城外的时候 李自成这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了 这犯不着谈判 能了解到的说法就是 他现在手底下人数不够 他得通过谈判 等后续援兵的到达 再就是李自成意识到自己统一天下 这时机未到啊 江山是人老朱家的 凭什么你当皇帝 你敢当弄死你呀 咱种种的考虑 就采取了李自成这样以退为进的策略 先是从这个崇祯这捞到一点名分 然后摇身一变 变成正规军 那这样那些南方的明军啊 这就不能攻击他的后路了吗 对吧 都是友军了 结果这兵临城下谈判的崩了 这也是啊 你说崇祯当年和皇太极两国和谈 都不好意思 他哪有脸跟李自成谈呢 那么没得谈 那就只能打了呗 那这打起来就结果就可想而知 兵部尚书打开了正阳门 刘总敏带着造反的军队进入紫禁城 崇祯最后一次敲向朝会的中午 他身边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 所以说军不是王国之君 臣皆是王国之臣呢 那么他就无言去见列祖列宗了 就崇祯 那劈头散发 从后门出故宫进了景山公园 再找到一棵老歪脖子树 在树上就做这个 颈部牵引引体向上运动 李自成在进紫禁城的时候 军队不到两岸 为了稳定北京的局势 他下令说 不许伤人 不许抢劫 一旦违反的话 杀无赦 在头几天呢 京城的秩序控制啊 还好 那店铺呢 也是能正常营业 这样这个局面 一共就维持的不到十天 一切就乱套了 李自成自己纳了宫女为妃 然后 没有捞到那个油水的那些 各级的农民军 就开始拷打明朝的官员 四处抄家 给各级官员定了上交的响银数量 中堂十万 然后不愿七万 什么道科利 这五万三万啊 这个汉林啊 汉林这个三万两万一万的都有 那么部署以下的就是各以千计啊 当官要是交不起这个 就是足够的响银的话 交不出足够银子的话 那就一直被折磨 折磨到死为止 李自成不知道啊 他是否清楚 他下属的这种胡作非为 尤其是他的大将刘宗敏 霸占了吴三贵的爱妾陈元元 当时吴三贵山海关总兵 这是清军入关最后一道屏障 然后吴三贵听说这事 就冲冠一怒魏红颜啊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 吴三贵犯不着为一个陈元元 怎样怎样 你当闯贼的军队 查抄到吴三贵他们家的那一天起 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那有了这吴三贵冲冠一怒 清军入关进京 闯贼的人马就立刻做鸟兽散 李自成呢在滚难之前 他在故宫办了一次登基大典 这也算是过瘾了嘛 然后杀了吴三贵一家三十多口人 第二天开始西逃 这个时候李自成啊 和进京的时候 那是宛若两人呢 现在是惶惶如丧家之选 在这不到四十多天 不是不是不到四十多天 就是四十多天好像应该是四十八天啊 四十七天四十八天的时间里 官僚地主苦不堪言 有人蓬头露面 赤身裸体混进老百姓的队伍里 那没走的呢 要么就是被拷打 搜刮钱财 要么就是每天都要到城门外头 迁道等候发落 就是随时受到那些李自成士兵的凌辱 那么 等到起义军临走的时候 什么被杀头的 或者说是被拷打致死的这些官员呢 大夫们 数量过千啊 对于达官显贵来说 那这段时间的北京城堪称是一个 人间炼狱 现在呢 这个网上啊 名粉比较多 那还有很多是李自成粉 说李自成农民起义 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啊 对吧 因为你看他拷打的那些人 他也都是拷打的这个官员嘛 跟农民有什么关系啊 农民一来 李自成都说什么 闯忙来的不纳粮 你们不用交粮是吧 所以这个 那你看他们他他做的这个 他说的这个 所以呢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吗 啊 我呢 这对这事我不太懂历史啊 我只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想法 那就是千万不要用所谓人民怎样怎样 去看待古代的这些王朝 人就是这个 现在这种人民只观呢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忽略了领导者的能力 然后他就夸大民心所向 你看古代那么多朝代 魏晋啊 什么南宋 北魏北齐 就是还有那些什么 就五湖十六国呀 梁唐浸汉州啊 这些国家吧 数不清这种历史政权啊 甚至说 呃 这个秦 什么隋唐啊 就是你别说这些什么割据的势力 就是所谓的大一统王朝 他得权之初的时候也不得民心呢 那崖山之战的时候 民心向宋 他们也啥也不是嘛 晚明清初都是同一批人民 无论是明朝加三想 还是清朝的什么圈地义法啊 逃人法啊 还有什么强制剪辫子 就这些法律一出来 您告诉我 这哪条把人民当人看了 古代的时候 民心所向就是一个合法性的口号 有强大的披甲士兵和普通士兵 对于民众来说 这就是单方面的碾压 根本就不用听你什么意见 什么夺天下呀 那压根就是不当民众一回事 只要是打赢 然后最佳不出现什么民乱呢就行了 那谋朝篡位更不需要什么 什么什么民心所向 不需要什么天术 就是天术有面倒是需要啊 但是说民众更支持谁 他们更是无所谓了 只要把计谋搞定就行了 那你说宦官 唐朝宦官专权 换皇帝 然后那个朱温 直接把自己换上去了 这些事怎么看呢 这些不全是民心 倒行逆施 那最后不还是成功了吗 底层人呢 会在意说谁当皇帝吗 他不会的呀 所谓代表底层人 无非就是 造成了大量的底层人伤亡 然后换了一个掌权者 罢了 这事有什么可夸耀的呢 帝王治下 如果是 秦朝那个赢家放弃了暴政 或者是留下 他不那么作 哪怕说整个帝王时代 都是他们统治 那又有怎么样呢 普通人推翻他们 那无非就是被另外一家当皇帝的 呃 不是 就是无非就是换另一家当皇帝的罢了 反正死难的都是底层人 你总不能说啊 古代的这些民众 他们虽然是在改朝换代的战争当中啊 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啊 但是他获得了正义感呢 他公平啊 他幸福啊 这不存在了啊 底层起义真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光辉形象 都是在劫掠当中筹集良想的 只不过是有一些人呢 承认啊 自己这个抢了 有些人不承认 就非说这是别人是捐的 这区别就就就就在这罢了啊 然后咱看什么那个 明朝清朝对李自成的记录 就会被一些李自成粉丝说 这是明朝文人故意污蔑 就好像说李自成啊 代表的就是正义 所以这个民众就必须要支持李自成一样 那这就属于是他们又带入自己的 自己的角色 李自成如果是建立了顺朝啊 这国号大顺 那我相信这些人就是现在支持李自成的这些人 他们肯定又得骂李自成 是剥削压迫着 所谓这个人民史观呢 他根本就是逻辑混乱 鼓吹李自成 无非就是验证什么造反有理啊 这样一个说法啊 那如果是有人造李自成的这个反呢 啊 那你说啊 是现在李自成造反挺正义的 那如果有人造李自成的反 他还正不正义啊 啊 那李自成肯定又得像君王一样啊 过去镇压了 他到时候肯定是不会觉得啊 这个人造我李自成造我天生正义李自成的反 他是正义的 对吧 那 在这个李自成雕像啊 甭管是拆了 还是搬走了 你最刚才我说了那么多 最后我的看法就是这个雕像拆就拆吧 这就跟中国历史一样毫无什么意义啊 中国历史无非就是把皇帝推翻了 然后呢 去换一个新皇帝 那么 呃 李自成呢 他最后还是要当皇帝 所以他不他也不可能在故宫办这个登基大典嘛 他还是要当皇帝 那他和他推翻的大明以及他和被他呃 哎 不对 是他推翻的大明以及他被推翻的那个大清 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都是为了当这个皇上 谁也不比谁高贵多少 这就是良品黄灿灿的皇冠啊 你能告诉我这两个哪一个是高尚的 哪一个是龌龊 哪一个是卑鄙的吗 告诉不出来呀 所以嘴里都是主意 心里都是生意 我可以说闯王来了不纳凉 但是你要真觉得我一点钱都不要的话 那你这人呢 too young too simple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李自成啊 李自成他雕像被牵走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